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可怜一向以高智商标榜的黄博却反悲虐惨 对此黄博6月15日晚出席某营业活动时 也是大方隔空喊话张一新 并表示自己真的是好人 对 就是玩硬的让硬给刀演 就是让小眉眼给骗 所以说就是这个节目的好玩的地方 它结果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往后看吧 往后看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不知最坏的 坏的人马上就出现了 这不能透露 再透露不了 看长相 看长相 是颜值最高的那些 有可能 说到高颜值自然少不了 称霸娱乐圈的暴露女神柳妍了 前两天柳妍的上海型可谓收获颇风 亮相此次电影节红毯时 一袭蓝色开胸长裙 不知欲出的事业线也是惊艳强劲 当晚柳妍又再次大方展现了自己的好身材 不过这身材虽好 但女神还是有自己的烦恼哟 我只要是自己有缺陷的我全都黑 比如说我腿短啊 然后好像我身材方面就是腿比较短 就自黑 所以我自己还养了两只科鸡也是短腿的 就他们都说你真是够了 最近的真人秀节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前一天刚刚开播的极限挑战就不已很是抢劲 六位新男在节目中各种玩心机也是看得大家目不下街 其中黄渤欺负小天真张艺兴反被坑一事 绝对可以算作一场娱乐圈小鲜肉与老腊肉IQ挑战赛的经典案例 这年头小鲜肉当道不仅大萤幕小银瓶遍地开花 连综艺真人秀都是一个不能少 只可怜一向一高智商标榜的黄渤却反被虐惨 对此黄渤6月15日晚出席某营业活动时 也是大方隔空喊话张一新 并表示自己真的是好人 对就是玩鹰的让鹰的导演 就是让小眉眼给骗 所以说就是这个节目的好玩的地方 它结果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往后看吧 往后看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不知最坏了 坏的人马上就出现了 谢谢 这不能透露 再透露不了 看长相 看想象 是颜值最高的一些 有可能 说到高颜值自然少不了 称霸娱乐圈的暴如女神柳妍了 前两天柳妍的上海型可谓收获颇风 亮相此次电影节红毯时 一席蓝色开胸长裙 虎之欲出的事业线也是惊艳抢劲 当晚柳妍又再次大方展现了自己的好身材 不过这身材虽好 但女神还是有自己的烦恼哟 我只要是自己有缺陷的我全都黑 比如说我腿短啊 然后好像我身材方面就是腿比较短 就自黑 所以我自己还养了两只科鸡也是短腿的 就他们都说你真是够了